扛着梯子来到府上准备要来清洗冷气 天气渐渐变热就怕开了冷气 怎么吹都吹不冷 排队等着要清洗的客人大增 也让专门清洗冷气的师傅 从早忙到晚案子报单 清洗冷气最重要的就是这片绿网 多数人家里冷气已经有半年时间都没开机 可能已经有发霉迹象 这时候就要请专人来清洗 而如果是要自己清洗的话 则可以使用中性洗剂搭配软毛刷即可 最主要是会带风出来 是透过那个风骨会带冷风出来 如果那个风骨塞住 细菌太脏了或是灰尘 它会塞在里面 那变成说就是风带不出来 有些客人会觉得说好像没有冷媒 但其实我们过去看 其实是因为太脏了 就是风带不出来的 冷气想吹的梁又省电 大概每隔两周要清洗冷气 机绿网或者是每一年定期清洗一次 如果都不清洗冷气的话 灰尘过多会使冷气效能变差 室外的压缩机感测到温度不够低时 就会不断运转 长期累积电费可能会比正常情况高出两到三倍 另外想省电冷气机的选择也很重要 你要省电就要买一级节能标章的空调 对啊那如果变空搭配风扇 去放在大概省8到12% 那当然你跟定品的话就可能就会30%4% 那是因为定品的关系 台电也指出一级日五级能源效益的冷气机 省电表现相差了37% 再加上定期清洁和保养 让吹冷气更加凉爽 荷包也能省下不少 民生八方式近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